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十分访谈来关注虚拟世界币 人工智能发展迅速 以后可能会形成人类还有机器人 傻傻分不清楚的局面 为建立人类的资料库 以及未来统一货币 人工智能平台ChaiGPT的开发者 珊姆奥特曼一年多前 就推出了虚拟货币世界币 在全球的39个城市和地区 包括新加坡在内设置扫描仪 用户只需要通过仪器扫描眼球 你就可以换取25枚 价值大约是55星元左右的世界币 在这之后的一年 每个月还可以再另外领取3枚 目前为止有超过640万人 扫描了他们的红膜 但是这同时其实也引发了 针对侵犯隐私权的惹疑 是的 本地近期也有人疑似非法买卖 他人的世界币账号 还有账号内的虚拟货币 而被警方逮捕了 今天我们就来请到了 全球金融科技学院联合主席 谢芙莱 以及世界币的用户胡佳伟 来一起讨论 也帮助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两位好 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们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可以跟胡先生先了解一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去领取这个世界币的过程吗 为什么会想第一时间就去领取呢 你不会有顾虑吗 主持人你们好 因为我是一个web3的顾问跟开发者 所以当我了解他们把世界币以后呢 我有阅读他们的白皮书 了解他们的整个计划 所以呢 我去预约去做扫描的部分 了解去领取这部分 是因为了解他们整个经济模型 跟他们的用法 那也说我是一开始的时候会顾虑 不过身为一个用户者 不顾问 我必须要了解这整个的运行的方式 那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然后会花很多时间吗 基本上你只要在网路上跟他预约时间 那当天到那边上去去做一个扫描 安装他们的软体以后呢 在一个扫描 就是红膜注册完以后就结束了 整个过程大概不到20分钟 我觉得可能现在 心目当中出现很多电影 科幻电影的情节跟画面了 再次请教谢先生 我们知道说这个公司 他发放虚拟货币用这个方法 来吸引用户进行红膜扫描 请问第一 这个做法有没有触犯到任何的现有 或者是您觉得可能会出现的到的规范 那么同时收集个人生物识别资料的同时 是否抵触任何一方面的个人隐私 主持人好 通过发放虚拟货币来激励用户交出自己的生物数据 这个方式值得质疑 用户可能因为技术的不解 或经济上的考量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 因此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在道德上有问题 同时红膜扫描涉及到搜集个人的生物识别数据 这类数据极其敏感 虽然公司声称会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来保护这些数据 但事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安全系统 一旦这些生物数据被泄露或滥用 可能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谢谢 谢先生 我们也知道目前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肯尼亚 他们都因为隐私的问题禁止设立这样子的一个扫描仪 香港几个月前也下令公司禁止在当地收集这样的数据 你认为本地有必要这样子做吗 本地政府需要全能多个因素 包括隐私的保护数据安全技术创新 与社会效应等等 生物识别数据极具极高的敏感性 一旦遭到泄露或滥用 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因此虽然还不至于禁止 但严格监管这类设备可能是必要的 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 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同时进行广泛的公众咨询 确保政策能够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又不阻碍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我想可能像我们在同时了解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一个是个人的生物识别资料的隐私 还有相关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世界币 它到底有什么用途 以及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 胡先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好 那首先因为我去领取了世界币 也产生了我的数位ID的部分 那今天呢 世界上发生很多的战争 那这些发生战争的国家的人民 他们都会离开他们这些国家 变成所谓的难民 这时候呢 我们很少去支带他们的资产 因为他们的钱可能都放在银行面 可是这时候世界币跟世界ID 就起做了作用 因为他们可以辨别 他们是自己的个人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 有可能会用来这个部分 因为其他的政府或机关 要去帮助这些难民的时候 他们没法去识别他们的资料 可以透过这样一个 我的ID或扣引的部分 来帮助他们 这我倒也没想到 因为我们还以为就是 虚拟货币可能就是来购买东西 或者是来进行交易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 不错的一个用途 那谢先生最近呢 其实本地就有人在收购他人 在这些世界币账号而被捕 这些账号可以怎样被滥用呢 而用户必须注意些什么呢 世界币账户主要不会被滥用的方式 就是恶意分子可能利用这些账号 进行身份冒用 实行欺诈行为 甚至参与非法活动 包括洗钱逃税等等的金融犯案 同时收购账号的人 也可以获得用户的部分个人信息 例如他的电邮或者电话号码 进一步导致隐私的泄漏和滥用 所以用户必须注意 时常保持警惕 警惕任何企图通过购买账号 获得个人信息的行为 这类行为可能抵触法律 并且会为自己带来风险 同时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账号信息 特别是深入识别数据 分享给他人 当然这个新的科技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 甚至是一个新的秩序 在这里请教胡先生 如果我们现在放眼说 将来的可能出现的发展 公司目前的表示是 最主要这个目的之一 是要让扫描过眼球的人类 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技术 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数码身份证 成为所谓的世界公民 也就是相当类似于 刚才您所提到的概念 那例如了 如果说未来这个虚拟的世界 真的是充斥有机器人 与人类同时存在的话 是要通过这个方式 来证明人类的身份 在你看来这样子的做法 在目前为止 有这方面的必要吗 胡先生 我认为是有这样的必要 因为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世界上很多时候 因为你个人的个资 被透露出来 而造成你很大的损失 可是如果你透过这样 我的ID 只是去验证你个人身份 你不需要交出你的地址 银行账户 相关的资讯的部分 因为在所有认证里面 他透过这个ID去做验证 他不需要知道你的姓名 你的背光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世界ID 是一个很好保护个人资料的部分 就像赵先生讲的 个人资料不应该随便地清理出去 那如果透过这个ID 可以轻易地辨别你的身份 那就不需要再更多的资讯 操作出去 那谢生生可以跟我们 简短地分享你的看法吗 我觉得因为依赖网膜扫描 来证明人类身份的作画 虽然很方便 但它可能引发更多的 隐私和伦理的问题 同时生物识别 技术它本身还并不完美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 多方面的探讨 来探讨这个技术的可行性 和它对社会的长期影响 是我想可能正如谢先生所言 相关的科技 以及所有的这些条例 还需要非常多的讨论 今天我们所有在现场 所讨论到的这些议题 可能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那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起去看 社媒普及的时代 年轻人却动不动 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 究竟什么才是 真正的社交恐惧症呢 广告之后生活小学堂 一起向专家请教